新聞 放話話 好 今天的主題呢 是這是什麼愛情 志偉 志里昂 這個你比較了解 孫星 跟他這個林美貞 不是離婚九年了嗎 我們知道的是離婚 搞了半天沒有離婚 而且沒有離婚的狀態下是 孫星他還有交了一個嫩妹 想他15歲的洛莉娜 那大家印象記不記得很深刻 三年前他們兩個不是在大陸 一起吸毒被抓嗎 孫星跟洛莉娜 所以其實我們都以為 孫星跟林美貞是離婚的 但事實上他們兩個沒有離婚 沒有簽字離婚 他們其實還是有婚姻關係 但是夫妻 林美貞卻可以讓孫星自由 然後讓他繼續去交往 他的這個新的戀情 然後他就自己帶著兒子 妻子的典範 對 那不然 我跟你講他跟孫星的第一任老婆 還是好朋友呢 所以人家會覺得說 哇 林美貞 那既然你跟孫星的第一任老婆 會是好朋友 你跟洛莉娜為什麼不能變好姐妹呢 那他就是辦不到啊 因為他自己覺得說 當時他跟孫星 當然孫星一直被傳說花心嘛 可是其實他對林美貞也很好 等一下還需要傳說嗎 不用傳說 他就是花心啊 是不是 對 常常就是有一些花邊 在他身上傳出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他們以前有在東區有開一個水煙館 然後那個時候我去採訪的時候呢 就是你就看到孫星 在看林美貞那個眼神 那個眼神看林美貞的樣子就是 這個女人就是我這輩子的最愛 感覺非常的甜蜜 結果孩子生出來了 然後呢結婚三四年 欸 突然傳說要離婚了 你那時候會覺得說 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他不是很恩愛嗎 為什麼要離婚 大家會很多問號 難道是孫星有外遇嗎 那後來傳出來的消息是 就是洛小姐嘛 就是這個小孩十五歲的 那當然那個時候 林美貞他對外的說法說不是 是因為他跟孫星之間在生活上面 有很多的問題 那你們怎麼會認為 他們已經離婚了 因為對外 還提到散養費耶我覺得 對啊 那時候還有講說 要給散養費啊 那當然你會覺得 因為像孫星對他第一任太太 也是大方的啊 所以所有的人都認為 他們是離婚了 因為你這樣想嘛 如果你是在婚姻狀態的情況下 你又去發展你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感情 而且這麼公開 而且很公開啊 那這樣子這個原配 他如何自處呢 所以我覺得林美貞 他可以做到就是說 我可以放你自由 我們也許就是說 當不成夫妻當朋友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維持 這個夫妻關係 因為也許有一些 我覺得有些裡面的 玄機我們不知道 可能是財產方面的問題啦 或是他們希望讓相... 這位 其實他這個孫星 有跟洛莉娜公開這樣子嘛 可是我是看新聞說 孫星跟林美貞 還每年一同帶小孩出國去玩 而且還住在同一個房間啊 其實鄭大哥你不要覺得 你不要覺得很意外喔 李明依跟他的前夫也是這樣 他們還是離婚的喔 那圈內好幾隊有這樣的新年 對啊 都是這樣啊 他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離婚OK 可是他外面有女人啊 我怎麼跟他睡一起 那就是讓人家覺得林美貞 不一定同房就要睡一起嘛 對啦 孫星可以睡沙發 其實我剛才講說 圈裡面啊 其實如果說 孫星跟這個林美貞 他們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去 出國旅遊啊 住同一個房間 這不是先例啊 除了林明依以外 其實好幾隊我們都知道啊 也是同一個房間啊 裡面可能兩張床 小孩子睡著之後有沒有怎麼樣 就不知道嘛 對不對 可是我是覺得就是說 像我圈裡面有一個朋友啊 就是她是女藝人 後來她跟她老公離婚了 她也是每年會帶小孩子出去 可是她就沒有辦法 跟她老公再複合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說 你們都可以 同樣是就是說 可以一起唱歌 可以一起住一個房間 不簡單耶 那複合的這個所謂的機率 就比較高嘛 後來他們沒有啊 她還是選擇 我們看到她的感情生活 還是很多彩多姿 所以她不是必然的 可是我看孫星 我只有一個感覺 因為我大概認識她超過20年 那時候她剛從 她的祖國來這邊發展的時候 來台灣發展的時候 我想很遠道耶 然後呢 那時候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男生 就是很陽光 然後呢 笑容很燦爛 然後再來我覺得她很直 很坦率 她那時候告訴我說 那時候她就結婚嘛 就第一任太太的時期啊 她就跟我講說 她太太無條件的支持她 你知道在她嘴裡面 那個太太是 真的我覺得說 你真的很好面耶 那怎麼樣辦到的 她太太就是 她在新加坡那邊有開一個餐廳 那全部都她老婆一手打理 裡裡外外 包括煮東西什麼 都是她太太 她太太就說 老公 你就盡量去發展 你的電視事業 因為她知道老公愛表演嘛 那邊就是 哇 全部就是探集 這邊都是太太耶 可是後來多年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模範夫妻 對啊 你看 她支持她 你去選什麼電視先生啊 什麼的 都支持啊 後來她還是變了嘛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覺得說 其實男人喔 因為後來我知道 她跟這個林美真在一起 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環境距離 各方面的那個影響 會讓一個男人變掉的 那時候看到林美真也是啊 就是就像一隻貓 我覺得她是真的 沒辦法讓你抗拒的 可是她講說 孫欣很好命的重點 是在於什麼 後來她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給太太耶 據說啦 後來我們就是想法很多 她呢 比方我家裡宅散 我離一次婚我就剝掉一點 然後我再離一次婚 比方說也有那時候跟林美真的 這個婚姻結束的時候 有一種說法是再剝掉一點 所以她這個跟洛莉娜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洛莉娜是真愛 為什麼她說 她其實她那時候遇到這個洛莉娜 四十幾歲了 她已經沒錢了 她已經沒錢了 搭搭 那時候為什麼被這個小女生吸引 因為那個小女生 不認識她是鄭洪梨 比方這樣講 你知道那個吸引力多強喔 因為我不是為了 不是因為民 不是我也沒有錢了 對 你也沒有錢 我也不知道說你到底多少錢 我只是因為你好帥喔 好崇拜 所以那時候她看到一個小女生 那種很單純 然後無邪的眼神 就說我這被你們著迷了 然後她又在大陸 獨自在大陸拍攝 對 那個整個男人 你知道四十幾歲的男人 全都背起來了 所以那時候她覺得說洛莉娜 一定就是對她來講就是真愛 一看眼神一直在換錢 這好幾小女生這樣給她崇拜 其實你朋友不是都一直說我嗎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SOP給學起來 據說那時候她是對孫心講說 有沒有人告訴你 你好像孫心喔 對 可是你比孫心還帥 你知道那個感覺 這女生搞不好知道她是孫心吧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點點點 這大最糟耶 我覺得男人很吃這一套 所以到現在今天這個節目 為什麼她沒有跟林美珍是離婚的 可是為什麼外界都以為 沒有 所以我說 你看嘛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小禎跟李靜良 李靜良到現在沒有離婚 那他們沒有離婚的原因 我的律師在這裡 我是真的離婚的 他是真的離婚 那他們沒有離婚的原因 這個很多要講清楚 我們都以為林美珍跟孫心是離婚的 是啊 也以為小禎跟許靜良是離婚的 李靜良 對 那其實小禎跟李靜良 他們現在是協議 他們現在是分居 所以還沒有離 事實上應該是還沒有離婚 這真的簽字字簽 法律上的離婚還沒有 法律上的離婚還沒有 但是其實小禎就是已經回不去了 你已經各過各的了 各過各的了 那李靜良有在感情上委屈 身心靈委屈自己嗎 當然沒有啊 他還是跟他的田小姐 過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確定是田小姐 目前 只有田小姐 他還沒有離婚 他應該是吧 對啊 那代表他最近蠻乖的 你看 那你看為什麼他們現在 就明明就已經 夫妻的關係名存實亡了 為什麼不離婚 他一定有些原因 可能是財務上面還沒有僑倫 你說啊 我為了小孩 那小孩 那新聞鬧成這樣子 其實Emma 現在當然是長大一點 國小了嘛對不對 但是你說他們在鬧這些事情 小朋友他其實爸爸媽媽 只要有常常在一起 他也不會覺得 爸爸媽媽是離婚的 對不對 那當然像李美哲跟孫欣 那時候傳說離婚的時候 他小孩也很小啊 那你說他也為了小孩 那爸爸媽媽就是有維持 一個假象給你看啊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簽字離婚 那顯然他們之間 一定也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當時也有在講到說 離婚上場費沒給啊 什麼的 或者是說其實都有啊 有一些閒言閒語 其實李美哲他都很懶得去回應 因為他自己很清楚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李美哲也沒有在家男朋友 沒有傳說他有任何的緋聞 那時候曾經周端有拍到 他非常火辣啊 那張照片我們都 很多女生都共在那邊 覺得好美喔 李美哲講那句話就有深意 他說孫欣有跟我回去 馬來西亞的娘家 對啊 那張照片比較單純的 對啊 常常是這樣 我先問一下 問一下孟希 她是 天秤座 她是天秤座的 對 她是摩羯座 摩羯座是 她的個性是非常念舊跟顧家的 而且我覺得 林美哲她各方面 你會收到律師行 對 我告訴你 對 她自己就是律師了 對 我會回應 對啊 然後 是 而且因為我覺得 林小姐在各方面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她維持得相當的不錯 其實我覺得 她不簽禮婚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因為她這一招叫做 進可攻退可守 譬如說 沒關係 你要出去玩 我就放你出去玩啊 但是我就不跟你離婚 可是我也不干涉你 因為其實在我處理過 就是關於三角外遇事件裡頭 大概就是有 差不多也四五百則吧 大部分我都會去勸說 不管說來找我面談的個案 是小三還是原配 我都會說 你就不吵不鬧就是了 因為你不吵不鬧 另外一個女人一定會吵會鬧 那男人一定最後會回到 不吵不鬧的那個身邊 會吵會鬧的那個 男生這邊的做法是 她會先去安撫 但是她沒有耐心一直安撫下去 我覺得你這樣威脅 真的有效 有三個就不要鬧喔 不要吵 對 男性的天性是 她沒有辦法一直安撫 這一個就是會吵會鬧的 所以到最後她會去做出一個抉擇 所以我覺得林小姐這招 不只是安撫 是討厭 非常聰明 對 她這招非常聰明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給你選擇呢 為什麼 她剛剛講的 她剛剛講的理論 這個不是為什麼要給我選擇 為什麼這樣變成 摩羯座的個性 這邊我們一定要乖乖的 我們就等她 嗚乖乖的 沒有 那妳又不要來 沒有關係 不是這個男生 其實沒有 不是真的官要這個策略 你懂不懂 聽了就覺得不輸 為什麼男人 對啊 這是老虎 有什麼 妳現在的態度 感覺要料50個人來的 真的 真的 殺氣不好 這有個邏輯就是說 妳根本不在乎的話 妳什麼策略都不用用了 是啊 就是無為兒子 不要這個男人 先休息一下 今天好像我變男性的朋友